还有台北科技大学的姚校长 还有师大的张校长 江委员好 市长好 我想刚才我们在教委会 这个部长有针对解决我们青年高失业的问题 有一个书面的报告 那从这报告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102年的失业率是超过101年的失业率 所以这个问题虽然谈了很多年 并没有获得任何的解决 那今天呢 教育部有这么厚一本书面报告 我不晓得在座的校长有没有看过 这份教育部的 有关解决我国青年高失业问题的书面报告 因为教育部你推动你的政策 可是真正如何除落实都是在学校 就像我刚刚谈到 青花署 说是要把生涯规划课程的融入 也指定了几个学校 有国立的学校 有失业的学校 那最近我也听到很多教授跟我反应 说 青花署的公文给他 让他们要在学校教授 三到五天之内把它统统填完 填些什么 就是你课程里面 有关生涯规划 融合自我反省 自我认识社会 怎么样的整个融入过程 统统要融入他的课程 有的电机系的老师说 我教电机的 我怎么融入 我生物科学的 我怎么融入 我这工程数学的 我怎么去融入 把这些生涯 然后每一个教授都要去写 每一个教授都要在课程里面 去教生涯规划 那一个学校也许有一千门课 一千个老师都要在教生涯规划 学生听了一千个老师 讲了不同的生涯规划 到底怎么就判断去 所以这个就是落实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 从这个报告来讲 也写了洋洋杂杂的很多 就讲 产学合作 企业实习 校外实习 说99年到101年 有13万多个学生到校外实习 可是真的有没有落实 真的有没有结果 真的是怎么去校外实习 所以我为什么请台北科大 邀校长来 校长您是不是可以谈谈看 如果你当校长 你现在是校长 你台北科大校外实习怎么落实 怎么样子才能够真正让学生 从学校出来到学校以外 踏入职场 能够接轨 好谢谢 谢谢委员 那我们台北科技大学是 100学年度入学的新生 我们把他们的这个 到业界去实习 列为辟秀 两个学分 所以他们到这个 毕业之前 至少要到业界去实习 两个月 那实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老师呢 都会到业界去看他们实习的情形 那他们的实习的机会呢 是由我们这个研发处跟各系呢 一起协调来帮他们找这个实习的机会 这是我们实习的作用 那你觉得你们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非常的落实 我们一定会落实 这样的话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做到 让学生跟 学生跟社会提早接轨 然后了解职场 是的 因为他们学生到业界去实习啊 那我们学生在 大三下学期跟大四上学期 还有一整年的这个专题制作 他们通常是到实习的 到业界去实习 然后把业界 他们实习的过程当中 找到的这个题目啊 带回来继续在 大三下学期 大四上学期 一整年的专题制作 接着一起做 那你有没有把你的做法 向教育部提出来 希望教育部能够参考 还是改进 有没有 有 教育部现在在推这个 第二期技职再造的计划 那么实习呢 是很重要的一块 所以在教育部很多次的 这个会议里面 我们也都有一起参与讨论 好谢谢 我想请这个师大张校长 我想师大来讲的话 是教育人才的培育中心了 那过去也在媒体上 有看到张校长的一些 投书了 或者是一个 有关如何提早 获得社会经验的这些部分 师大的学生 学校是怎么做现在 我想我们应该 因为培养师之 所以我们都有 实习制度 尤其老师的实习制度 他另外要必须要有 半年的时间 到中小学去做实习 那现在除了老师实习以外 我们一般的学生 也可能需要实习 所以我们就截取 教师实习的一种观念 如何来创造一些实习的条件 把实习跟课程整合在一起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教师培兴本身 他有半年的实习 这是外加的 但是一般学生 并没有外加的半年的一个实习 所以我们一直想要 用第三学习的观念 也就是在暑假的过程 时间比较长 让学生有机会去实习 甚至做海外志工等等 但是要跟学科 跟课程整合在一起 那这样子对学生本身 提早进入就业市场的经验 会比较能够建立 我想那您这个部分 有没有像教育部提出 教育部的意见是什么 最近的人才培育的白皮书里面 也有谈到如何建立第三学习 如果制度上面可以更早 把它定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更早可以实践 说实际上 我过去念大学的时候 我是技职体系的 我们学校就规定 每年的暑假 一定到工厂去实习 然后你把实习的报告写出来 要从工厂的主管 表示他的意见 所以当我们到 踏入社会的时候 马上就可能能够接轨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反而说不到这点 为什么三五十年前 可以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现在还要再重新 变得好像一个新的政策 我不想教育部 黄市长 因为您过去也是在教育部 您对高教非常的清楚 是 我想高教现在有一个策略方向 是我们积极希望推动的 就是分流 那么也就是 即使是同一个领域 其实它有学术取向的 也有实用取向的 那么现在很可能 我们有相当多的学校 它太强调的 只是教学面 以及学生的一个课堂知识 它的一个实用性 那么这部分呢 是不足的 所以所谓的分流呢 在这一部分来讲 是希望学校它能够把它的一些实用性的领域 教育部有没有固定的定期 找我们在座的这些校长们 谈一谈我们学校的状况 谈一谈学生失业的状况 听听校长们的意见 因为这些校长都在第一线 他们是最了解学生的状况 如果教育部制定政策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讲的过 你不找学校沟通 不找学校了解 你光一个公文过去 生涯规划 浓入课程 学校就一个头两个大 那教授更头痛 随便给你填 随便给你写 然后你政策 就是你推出来 就是你的政策吗 你生涯规划 就真的可以做得好了吗 这是空谈嘛 所以我今天质询的问题 目的就是说 教育部应该定期的请教 我们在座的各位大学的校长 是 我们跟他学的联系相当的多 然后一个公文 跟学校的辅导师 辅导师拿着教育部的公文 就转给各校教授 教授就要开始填 三天之内 从中送到教育部去 是 我会请同仁 这个作业是需要检讨的 所以这个教育部 一定要落实了 你今天如果真的是 重视青年的失业 就要重视校长 重视教授 如何大家共同 来了解目前的状况 因为各校各校有不同的状况 并不是每一个学校 都是一致的 研究型大学 近时期期 跟普通大学 都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 我希望教育部 能够重视 我们大学的校长的意见 好不好 谢谢 请回 我再请主席总长 黄市长您留的 我想我看教育部 教育部的经费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高 可是教育部的经费 实在是不够 我们教育经费不够 我们就讲到现在 老年化的社会 我们现在老年人口 已经260万 到101年底 到260万 我们的人口比例 也讲11点多了 可是对于老人 高龄的教育经费 我们一年有多少 101年的时候有多少 总长你知道不知道 7600万 7600万分到260万 一个老人 平均29块钱 只有29块钱 我们99年 还有一亿多 还有一亿1000万 一个老人有46块钱 到了100年就变36块 到101年就29块 高龄本身是一个资产 而且高龄也需要 他的一些学习 在中生教育 我们谈到中生教育 为什么我们高龄的教育经费 只有这么一点点 从年的再缩短 主纪组长 在行政院来讲 能不能多给点 教育部的经费 在这个高龄的教育上面 是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政府是很重视教育 教育部主管 103年度预算 就加了90几亿 成长百分之4点多 是远高于 总预算 整个成长百分之1.7 那当然这个 高龄的教育 这个很重要 我想到时候还是请教育部 就整个施政的优先缓急 整个审慎的评估 来做以后年度预算的编列 你说103年给教育部的增加的钱 是因为12年国教所增加的钱 对不对 并不是针对高龄教育有增加钱 或者是其他的钱 103年所增加的钱 一个是继织再造第二期 今年只有2亿多 所以明年会增加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 就是12年国教 一年要增加200亿 你其他的呢 你其他有增加吗 不但没有增加 针对其他的部分的经费 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在减少 所以这个部分 现在我知道 要分配很困难 钱不够 可是对于教育的部分 国家的根本 应该还是要多多重视 这个部分 行政院对于教育经费 一定是很重视的 主席总长 您是不是能够多多的 给教育部一点经费 谢谢